因為它的藍數會自動增加 A變B B變C 所以自動取得的話就會是123967 那可是我如果今天往下填滿的話呢 填到8 3到8的話 還是123967 如果今天要怎麼樣 往下填滿的話 它會是123967 890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配合第二個函數叫肉列 也就是說在第三列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再加上7的倍數 可是如果說在第四列有沒有 就是加7的倍數嘛 因為下面這個數字 它應該要怎麼樣 再加上7就是8 那底下就加上14 14就變15 有沒有一直類推 那你要怎麼樣讓它可以正常的定位 這個時候呢 請你回到A3的儲存格 然後呢 後面請你加上什麼 加上 加上那個肉的函數 那不過第二次使用函數 特別是要順便教各位 你如果第一次已經使用函數 第二次再使用函數的話 請你記得 在前面有個箭頭 點一下 其他函數 找一下肉 打一個R RO好了 或者往下找也可以 RO RO這個函數 好 它這個函數就是只看列不看藍 所以它會傳回列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 我們基準點還是在A3好了 A3 那它傳回的話呢 會是多少 因為現在在第幾列 第3列 所以呢 如果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會得到什麼 得到4 為什麼 1加上3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讓它乖乖聽我的話 那怎麼辦呢 其實 你可以想一個公式 當它在第三列的時候呢 它不要乘上7的倍數 所以你就減掉什麼 減掉3 減掉3 減掉3就是說呢 它現在是 減掉3 3減3等於0嘛 對不對 所以呢你就把RO 把它怎麼樣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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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